形如掌扇为凹 轻似异语 封背长扇 功细绝伦 清代王婷婷的掌扇心路中 就盛在油扇轻便 锋利十足 工艺精美 扇子是这样子 精美的可以达到非常之精美 粗糙的就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工作 然而随着电风扇 空调的普及 油扇在日常生活中 已经使用得越来越少 手工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在我们看到的50%以上 它是要灭亡的 但是我们要保护它 要留存着它 即使是博物馆式的留存 你都要保住它 一把小小精致的油扇 从实用器具到精神期许 从实用物到象征物 它完成了自己堪称华丽的转身 这是一把友善的幸运 它将自己融入一地的人情风物 与时间一起天长地久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